那个人本身是台湾人 他叫日本人 进日本籍 人后他来台湾探亲 来台南探亲 他没台湾的骨瘤症 他没台湾的骨瘤症 就是没附下那个主角 台南市长黄伟哲解释日强民众 没有拘留症就不能打疫苗 因为前阵子市长脸书这样说引发争议 红底白字写上台日友好 日本捐赠台湾首批疫苗前夕 黄伟哲脸书上特别表达感谢 还承诺台南日桥可以优先打疫苗 但现在有日桥控诉根本都是假 因为预约打疫苗 却被市府踢皮球连议员都看不下去 要有一点魄力 就是用尽一切办法 中央指挥中心不同意 你也应该用你的行政材量权 帮这一位日籍朋友打上疫苗 这名日桥是60岁苏信女子 6月1号她持短期签证 入境台湾 隔离期间她想打疫苗 却得到中央没给名册 无法预约的回应 好不容易跟承办人联络上 竟然被告知 必须跟国人一样上唐凤系统预约 但没有身份证的她 当然碰壁 让她痛批黄伟哲 根本是在搞政治秀 当初黄市长承诺的 要给日桥优先施打 那有意愿的108人 我们已经完成76人的施打 卫生局解释 但是因为这名苏信女子 只有Visa签证 自然不符合条件 消息一处 其他日桥人士 也在脸书上声援男士府 很意外会发生这样的误会 因为在纾困案上 是否帮了日桥很多忙 对他们来说 有如及时雨一般 黄伟哲当初的承诺 其实有淡数 但因为没讲清楚 才让部分日桥民众 无法接受 环宇新闻 陈妍威 李文宇 李嘉倩 台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 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 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 全球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